UberCEO持股滴滴并非战略投资 考虑出售股票 凤凰网科技讯北京时间12月15日消息 UberCEO达拉科斯罗萨西 当地时间星期二 向一名瑞银分析师表示 公司考虑出售在其他公司的非战略投资 其中包括持有的滴滴股票 他说出于战略原因 Uber将继续在部分其他公司持股 但考虑出售在包括滴滴在内的诸多公司的持股 我们认为持股滴滴不属于战略投资 滴滴是竞争对手 但他指出 Uber不会急于抛售股票 而是会选择恰当时机套现 部分投资者越来越担忧 截至第三季度末 Uber持有价值130亿美元的其他公司股票 向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 投资其他公司远比投入资金 发展自家业务更有吸引力 第三季度Uber运营业务首次实现盈利 但持有滴滴股票 造成公司巨亏24亿美元 与6月30日的IPO发行价相比 滴滴股价累计下跌约53% 常规交易中Uber涨1.53美元 涨幅为4.28% 报收于37.26美元 更多一手新闻 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 订阅凤凰网科技 想看深度报道 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 以后 请订阅